晚上好啊朋友们,我是主播凯神,这期节目我光准备就准备了好几天 跟这个故事提供者盘古大帝,这哥们我们俩沟通这故事反复沟通了好久 我才把整件事情闹明白 其实整个故事的内容非常混乱,但是我把它给清晰化了一下 用更明朗的方式讲述给大家 我估计这时候啊,您已经看见标题上面了 宁波工厂,诡异,杀人啊 您就瞧这名字,这故事就清淡不了 所以说后边听故事,您提前得做个准备 因为本期节目啊,内容非常的恐怖 所以到最后您别怪我,没提前跟您打招呼 我先简单给您概述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件事 这件事啊,发生在宁波好久好久以前 是我这位啊,网名叫盘古大帝的兄弟 他父亲早年间遇到的一件事 盘古大帝今年岁数也不大,也是刚刚工作 他跟我说出事的时候,他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 并且发生事的这天,盘古大帝跟着父亲刚好在厂里边 也就是说整件事情,盘古大帝是经历了完全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对于他小的时候,也留下了很严重的精神创伤 而且此件事的事发者呀,又跟他父亲一个特别要好的叔叔有关系 盘古大帝跟这叔叔也认识 小时候还老总哄着他玩 所以说现在一回忆起来 这些事情啊,永远都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里 您哪,一会儿听到后边,您就知道了 哎呦,到底小时候对盘古大帝特别好的这位叔叔 在事发之前是怎么一步一步得的神经病 到了后边啊,又怎么杀的人 并且杀完人之后,这现场简直是恐怖无比 从此之后啊,杀人的这家工厂里边 也就开始流传了灵异事件 讲述这期故事之前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前面有一个名字的问题 大家听见了,我说给我讲故事这哥们叫盘古大帝 跟您说一下啊,他就是起了这么个网名 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起个这样的名字 大家呢,多包涵,后边咱就叫他大帝,得了 这件事前面给大家介绍了 大帝是七八岁的时候遇到的 这天呢,他跟父亲来到工厂 到了工厂之后,大帝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啥事儿,平时跟他父亲最要好的一个叔叔 而且从小也非常的关心疼爱大帝 这叔叔啊,忽然间他发现不太对劲了 大帝先是询问父亲,说 爸呀,怎么王叔怎么自己跟自个儿说话呀 而且刚才我喊王叔,他不搭理我 他爸当时看了一眼大帝,告诉大帝说呀 没事儿,小孩儿别瞎掺和,不知道你王叔这两天犯什么神经病了 一直就是这样,连我他都不理 当时呢,大帝就觉得非常的奇怪 觉得这件事儿挺让他匪夷所思的 但必定年龄小,不太关心大人这三八的事情 自己就在工厂里开始玩了去了 玩到后边过了这么一会儿吧 大帝无意中就听到父亲跟同事们说话 这说话的内容啊,全都是关于自己这王叔叔的 爸爸和同事们开始讨论进来 讨论王叔叔这几天为什么发生的变化 大家七嘴八舌的 但最终这个讨论结果呀 好像听大人们说话里这意思 王叔最近可能是谈恋爱了 而且这个恋爱啊,是从网上谈的 谈了可能几个月 但前段时间,不幸的是啊 王叔跟网上谈的这个女友,分手了 可能是因为王叔对这段爱情非常的走心 分手之后没有多少些日子 我这王叔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跟您介绍一下现在王叔的基本状态是什么样的 自己一个人呢,喜欢非常孤独的自己走 不再像往常一样,喜欢跟着朋友一块玩耍说话 而且王叔经常对着空气聊天 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哭,有时候笑 但是工作倒还没影响,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可是除此之外,王叔好像不认识这些老朋友 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 就像跟王叔啊,没有关系似的 此时大人们正在这说着话 咱们这小大弟啊,在边上一直投听着 觉得这些人说的还挺对 因为跟他刚才见的王叔,的确反差非常的大 不再像之前那个特别疼他 没事爱哄他玩的王叔了 但是旁古不知道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并且他也不清楚大人谈恋爱到底啊 能有多伤心了 可能对于他那个年纪 丢一个玩具 都比这谈恋爱分手要更加的痛苦 这时候小大弟一个人呢 还是在四处周围厂里边玩着 他说,我当时脑子是空的 就是四处看着厂里的这些设备机器来回烂跑着 跑着跑着呀 我就听见有人叫我父亲的名字 我一回头,就朝着喊我父亲的那个人看了一眼 哎呀,是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阿姨 这阿姨长得别提多水灵 就连那会儿我这么小,我都瞧得出来 阿姨啊,是个美女 当时我就看见我父亲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 走到阿姨边上 然后阿姨告诉我父亲说呀 师傅,赶快到下边吃饭吧 今天食堂啊,开饭比较早 哎,这儿子来了是吧 赶快一起去啊,今儿有排骨吃 父亲听完之后,马上点了点头 回手冲着我摆了摆手,示意着让我过去 然后我就跟着父亲去食堂里边吃饭去了 并且临走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父亲还问了这漂亮阿姨一声 哎,小刘,你不去吗 这女孩告诉我父亲说呀 说她暂时先不去 先到下边仓库里边拿个东西 跟手一会儿啊,咱食堂见 哼,就这样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阿姨 然后接下来就要出大事了 我和父亲到食堂吃饭 吃了还没有多一会儿 就忽然间听到啊 食堂的楼上面就有人大喊大叫 这叫声别提多吓人了 特别的惨 当时吓得我脸都白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这恐怖的叫声 声音中有男人传来的 有女人传来的 就好像是出了天大的大事一样 所有人都惊恐起来了 父亲马上就带着我 就开始奔楼上跑 想去看看自己厂里边发生什么事 结果眼前这一幕呀 差点把我吓死 这辈子我是真想不到 年纪小小的我 竟然看到了这么恐怖的画面来 当时在我眼前 我就看见了刚刚啊 我看到的那个漂亮阿姨 这个阿姨啊 满身是血 身体背对着我们 两个手身子长长的 对着一个铁门在那跳 当时我看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 当我在仔细呀 冷静下来再一看的时候 我发现阿姨的另一半的头 竟然在地上放着 也就是说 在我面前站在墙边上 对着墙跳的阿姨 是没有脑袋的 当时我脑袋都炸裂了 根本面对不了眼前这一幕 吓得我直接躲到父亲后边 把眼就捂上了 就连平时啊 非常威武的父亲 全都吓得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的一幕就更吓人了 没有头的阿姨 伸着两只手就四处乱蹦 另外的脑袋 一直在地上咕噜咕噜的 并且地上的那颗头啊 嘴里乌鲁乌鲁的 好像在说着什么话 其实现在我回忆起来 那阿姨的头好像不是在讲话 嘴里边好像是雪墨子 在冒泡的感觉 只是当时太紧张了 吓得我真的快出现幻觉了 不过大家听完了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灵异事件 其实当时我也认为 我这是瞧见鬼了 这阿姨应该是个僵尸 脑袋掉在地上 人还弄弄坏 根本不是这回事 跟灵异事件 没有半毛钱关系 到了后边我才得知啊 原来是我王叔 把阿姨的头 给砍了下来 到了后来 慢慢的父亲才给我讲述 出来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才知道原来事情的经过 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咱跟大家提到了 我王叔这两天精神不太正常 这天下午阿姨叫完我父亲 让我们到食堂去吃饭 然后一个人跑到仓库去了 后来领导查监控发现呢 王叔不知道从哪 拿了一把巨大的砍刀 这砍刀啊 正是工厂里边 机床上用的那种闸刀 闸刀别提多快了 锋利的简直可怕 当时在监控上啥也没有 就看见王叔 忽然间从后边冲上来 站在那之后 看了阿姨一眼 阿姨当时一看 王叔此刻的面相非常吓人 手里还提着一把闸刀 被王叔吓得 躲到了墙边上 然后王叔对了阿姨 微笑了一下 提起刀来 朝着阿姨的头 哗嚓一下 在监控中清晰地看到 这刀起头落 如清风飘过 阿姨的脑袋呀 就开始在地上 滴了咕噜地 转了起来 父亲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已经长大了 这件事事发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家里人不让提起来 因为哪天被吓得 回家我发了好几天的烧 长大之后 我就对这件事非常的好奇 一直就询问父亲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王叔 到底是遇上了什么怪事 忽然间会杀人呢 父亲跟我说呀 说到后来 王叔进行审判的时候 警方在问他 可你王叔给警方的回答呀 他只是告诉警方说 这个阿姨啊 长得跟他在网上的认识的 那个女友 非常的像 王叔说 他自己脑子当时非常混乱 自从见了这阿姨 早就想报复他了 这把闸刀 是从厂里边偷的 这天让这阿姨去仓库拿东西 也是王叔安排的 就这样 王叔追到了仓库里 直接一刀解决了这个阿姨 不过王叔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后来接受了三个多月的审判 我小时候就得知消息 王叔啊 枪毙了 这件杀人案 当时震动了工厂 包括父亲 整个公司的工厂 全都知道了此事 闹得非常凶 阿姨当时死的那个仓库啊 被阿姨的血 喷满了墙壁 四处的血 据父亲说 擦了好久都清理不掉 直到后来 这间仓库 就没有人再敢进去了 其实 咱聊到现在呀 这才是咱们故事 真正的 刚刚开始 自从这个恶性的事件发生之后 这间仓库起初啊 领导们还是想着再继续使用 抱着一种侥幸的态度 经常常里边 就会传出很多传闻来 因为没人敢 再去这间仓库里摆放东西 可是到了哪儿啊 这都有胆大的胆小的 什么人都有 厂里边就有着 不要命的爱讨好领导的 此时此刻站出来说呀 说我不怕这些东西 这仓库从今儿起 我负责 您要是愿意用 就大大方方的用 库管 我当了 哼 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 到哪个单位里都有这样的人 逞出来逞能为了讨好领导 自此之后 这间大仓库领导就腾了出来 摆放了一些别的东西 进行了简单的装修 可是这个库管呢 他以为自己能处理这个仓库发生的这些恶性事件 带来的不良影响 没想到的是 在这间仓库里啊 干了不到一个月 自己就申报辞退了 跟领导不但没有讨好的关系 还变成了仇人 是他主动找到领导 告领导自己要换岗位 并且也是他 把这件事传的整间工厂 是沸沸扬扬 没有人呢 不知道此事的 那我后边就跟您说说 后来这间工厂的仓库 到底啊 出了啥事 到了后边 据这位库管说呀 说有这么一天晚上 他一个人在仓库里边值着班 当时仓库外边有这么几个工人 说白了挺乱的 他一个人躺在仓库里边待着 听着收音机 一直呢 都有一些工人进进出出的 往仓库里边装卸东西 由于这些工人 当时走得挺匆忙的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 也就是说 什么人都会往里边进 可是走到这仓库 走着走着 忽然间进来一个 穿的不是装卸工制服的人 这人看起来面熟 但当时他很明显知道 这是不应该进到仓库中的 因为他是刚上任的一个心头新领导 手里边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库管权力 就想使用上去 直接就对着那个穿的不是装卸工的人 吼了一嗓子 哎 你是谁啊 那么进仓库来了 你是装卸卸的吗 这个人当时没有搭理他 继续啊 往仓库深处走着 躺在躺椅上面的他 忽然间这脾气就来了 哎呦 本库管在这喊你 你竟然不搭理 这是他心里边的潜财词 然后人随着就站了起来 伸手朝着这个男人一拍肩膀 这个男人就转过头来 当时他瞧见这男人的脸的时候 发了一下愣 脸挺白的 脸色不太对劲 还有这人的神情呆滞 奇奇怪怪的 但是他瞧着这个人 是怎么瞧着 怎么有点面熟 好像是在哪见过 随后他就开始继续询问这个男人 到底你上仓库干什么来了 可这男人不搭理他 这库管的火就越来越大了 就继续逼问 这男人只说出了一句话 就差点把这库管给吓死 这男人告诉库管说 说我叫张顺唐 你不认识我吗 库管听完的这名字 当时差点疯了 这下他才反应过来 这不正是前两天 厂里边被枪逼的那个杀人犯 张师傅吗 由于这位库管呢 跟张师傅一直以来 并不是在一个车间 所以根本不太认识张师傅 但是这再不认识 必定是一个场的 再加上张师傅前两天 出了这档子事 他这一下也就反应过来了 但反应过来以后 马上就明白了 张师傅早就已经死了 早就已经枪毙了 人怎么又回仓库来呀 这一刻忽然间的头皮发麻 开始一声尖叫 朝着仓库外边就跑去了 人跑到仓库外边之后 一堆呀搬运工 都在仓库外边忙着 他就开始告诉大家 闹鬼了出事了 张顺唐回来了 你们没瞧见他进去 但是众人们抬起头来 全都瞪着俩大眼珠子瞪着的 心里的潜台词的意思就是 这傻叉库管是不是有病啊 哪有张师傅呀 没事和这编鬼故事玩呢 可是当时他严肃的表情啊 就好像跟大家 马上就要发起火来了 意思就是说 张师傅是绝对回来了 但众人们望着仓库里边 望了半天 根本没有张师傅的身影 这件事大家没有当事 就怎么着 过去了 就从这开始 咱这库管就变得紧张兮兮 神经起来 总觉得张师傅会来找的 并且这间仓库呀 的确也发生过命案 可是这工作是他自己应的领导啊 再加上那天呢 好像怀疑自己是不是喝过酒 出现什么幻觉了 他自己呀 也没拿这件事太当事了 到了后边 还在这间仓库里工作着 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接下来就不是张师傅来了 更可怕的事情 就又要啊 发生了 当他工作到第二十多天的时候 也就是这天 让他人整个崩溃了 就哪怕工厂你把我开除了 我也不在这跟你守这间仓库了 因为今天晚上看见这画面啊 不再是那天呢 打扮得利利嗦嗦的张师傅 而是 那个掉脑袋的阿姨 大半夜的时候 来这间工厂啊 看他来了 这第二次出事的晚上 他是一个人职夜班 外边一个搬运工都没有 所以这天晚上发生的事 是让他更加无法承受了 晚上他一个人躺在仓库的休息室里躺着 他说大概应该是两点多钟睡着的 而且这一天呢 喝的酒还更多 睡着之后 可能没有个二十分钟吧 他就依稀听到仓库里边有动静 当时他觉得应该是什么小动物进来了 想去看看 怕老鼠啊 把仓库里的货给咬了 他随手打开了仓库门口的门灯 拿起手电就走到仓库的另外一个角落里 搭捞远呢 他就瞧见一个人低着头 背对着他 站在仓库货架边上 这时候他就开始紧张害怕了 他觉得这晚上怎么会进来个大活人呢 拿手电光赶快照过去 并且右手拿起来腰里边带的那根胶棍 对着那个人就大声喊 哎 哎 你是谁啊 这仓库重地怎么能随便进来呢 跟手那个人连理都不理他 还一直背对着他 头一直朝着枪 后来过了几秒钟 他实在忍不住了 对这人再次大喊 让这人把头转过来 可是 无论他怎么喊叫 这人还是不搭理他 他从远处瞧过去 这个人的身影非常瘦弱 体态身高 也就有个一米六级左右 从背后瞧起来 怎么看不像个男人 但是 这真要是动起手来 指定这个人是打不过他的 再加上夜里喝了点酒 提着棍子 他就朝着这个背对着他的人影 就走了过去 随着当时库馆的脚步 一步一步往前移动 离这个背对着的人 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走进了之后 拿手电望处一照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个人当时从远处看 是低着头 可是离近了再一瞧呢 这哪是低着头啊 这人没有脑袋呀 当时下的这库馆呢 人都快崩溃了 掉过头 嗷的一声 就直接往仓库外边跑 跑到自己小门房呢 他说我当时要进门房 但我觉得进了门房没用啊 我直接就把仓库大门开开了 就冲到工厂的 大操场上去了 到了大操场之后 那就开始表演了 因为他已经被吓得不行了 人呢 就被吓得在操场上滋挖乱叫 开始四处喊人 嘴里边不停地叫着救命 这下啊 这件事在工厂里 一下就闹大了 直到到了后边转过天来 工厂里边没有一个人 不谈论这件事的 父亲说 无论你走到哪 大家讨论的话题 全都是关于仓库闹鬼的事情 并且没有人不知道 都说呀 这是老张回来 而且被老张砍死的 那个小年轻 也回来 单位当时啊 这件事都闹到总公司了 总公司为了平息这件事 特意在我们工厂 搞了一个联欢会 这联欢会 跟大家说一下 搞得有多无厘头 不知道我们这单位 是从哪请来了一堆 民间穿着花花绿绿 跳舞都奇奇怪怪的人 好像嘴里边 还念着什么惊一样 这些人呢 在我们工厂里 足足闹了整整三天 工厂里光放的炮整 可能就快把工厂大门口啊 的地都给炸红了 虽然自此之后 工厂里流传出了各种奇怪的版本 都是关于库管那天晚上 到底瞧见啥了 但是 父亲收到最重要的一条消息是 据说有人说呀 不只是库管在工厂里 瞧见过他们 厂里的高管领导 好像也见过 不然的话 我觉得 不会像父亲所说的 领导把这件事这么当事 就从这开始 那间仓库直到现在 门口贴着两张大黄纸 黄纸上写的 并不是封条的年月日 而是不知道是谁 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好多 奇怪的蚯蚓文 并且工厂的领导一直是三令五身 全厂所有的人 谁也不许再靠近那间仓库 半步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主播凯神 今天给大家要说这件事 发生在河南的州口 我在州口啊 有这么一位朋友 名字叫笑儿不语 当然了 咱都是播报一些网名 不能透露人家的真名字 笑儿不语跟我说呀 说他在初中的时候 家里出过这么一档子事 这件事整个改变了他对好多事故的看法 而且吓得他是好几年呢 晚上都不敢出门 他说估计啊 这也就是能讲给大凯听听 要别人听完了 以为他有神经病了 搁这说胡话 但是我告诉他 我说你啊 就跟我们说 我们听友爱听这些新鲜事 您说的越玄幻 我们就越喜欢听 笑儿不语就给我讲述了一下 原来这件事啊 是发生在有这么一天 他上初二的时候一天傍晚回家 这件事就是从这天晚上开始的 这天晚上 笑儿不语是七点多才下的雪 从镇上回到村里边需要好多时间 到家之后已经八点多钟了 他说我家这房子是新盖的 以前家里住村西头 现在搬到南边来了 我呀 刚走在回家的这小路上面 往前边瞧着 就觉得我们家门口啊 好像不大对劲 没啥呀 因为我爸妈 俩人站在我家大门口待着 从大老远 我就瞧得清清楚楚 爸爸手里边拿着一个大棍子 妈妈好像拿着一个锅盖 什么一样的东西 并且明显啊 两个人对着我家的那大门 好像做好了战斗的姿态 哎呦 这一下我就坏了 哎呦 我家这是不是来贼来坏人了 急忙啊 我就奔着我家门口跑去 这正当我刚跑到家门口啊 有这么十几米的时候 爸爸打老远就瞧见我回来了 接下来这一瞧见我 爸妈俩人同时对我比喻出一个手势 脸上表情是急死白脸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说呀 别往家门口这边走 当时我这脸都下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村没出现过来贼来小偷的这种事啊 可是爸妈这表情又异常的害怕 我呢也只敢听父母的话 一直啊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待着 就这样 这个画面就保持的可能得有几分钟吧 我们一家三口就僵在大门外边 我离门是最远的 后边隔了好长时间 爸爸这才敢拿着木棍子跑到我家大门口 扒头了朝我家屋里边瞧去 我爸当时在门口瞧了半天 这才回头宠我妈比划让我妈也过来 俩人接下来继续在门口神经兮兮的张望了半天 感觉好像是院里边完全安全了 才冲着我招手让我回家 这天晚上跟爸妈屁股后边进到院子里 我也是四处张望 我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坏人什么的 但什么都没有啊 院子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进来过的痕迹 可是父母的表情是非常的异常 而且开门的时候 我明显看得到 我爸的手啊都哆哆嗦嗦的 自小我就比较内向 胆子也小 没敢问我爸什么 直到进了屋子里边 我爸反手急忙把房门锁上 坐下来喝了几口水 俩人呢就开始说起话来 可是当时我父亲就让我上楼 好像是有什么话不太愿意让我听似的 我呀实在是憋不住了 我就询问我爸 我说 爸呀 这刚才是发生啥事了 我爸对着我皱了皱眉头 瞪了我一眼 然后告诉我说呀 比对比对 小孩啥也不用知道 能赶快上楼写作业去 因为我爸从小对我是非常的好 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是溺爱的非常严重 从来没跟我这样讲过话 当时我也没说什么 父亲实在太严肃了 低着头 我呀就上楼写作业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上楼这作业呀 写的是胡说八道 天花烂坠 因为我满脑子想的 都是刚刚发生的那件事 我一直在想 我家这院子里 是来奇怪的动物了 还是真是招了贼来坏人了 可是这院里没有任何的动静 再加上我父母那紧张兮兮的样子 还有我怎么问 爸妈就没有意思要告诉我 所以这件事啊 弄得我是好长一段时间藏在心里 又想问 又呀不敢问我父母 这直到了后边 每天我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态 总想找机会问我爸妈 那天为啥要拿着棍子 对着我家院子里边 哎 忽然间有这么一天晚上 我还是下学回来 回来之后爸妈吃着半截饭 我爸呀就从包里边拿出来一个小木盒 这小木盒啊 做工特别漂亮 上边是拿那种丝绸包着的 打开这小木盒之后 里边有一个金光灿灿的手链 这手串啊 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那种文碗手串 并且虽然呢 表面上看着冒着几道金光 再仔细一看 哎 这手串上的珠子 还都是黑色的 后来经过我一番询问 原来这手串是我爸特意给我找人买来的 而且好像是上等的黑钥匙 据说呀 这叫金光黑钥匙 虽然底儿是黑灿灿的钥匙 但上面冒着一柳子一柳子的金光 哎呦 当时我拿这手串别提多喜欢了 因为这串东西要带学校去 同学们指定都得羡慕死 然后接下来随着说着话 我就把这手串戴上了 戴着手串我也是异常的高兴 我就开始啊 先是跟我爸说谢谢 然后嘴可能欠了一句 问我爸为什么给我买这个 这忽然间我爸这表情又不对了 意思好像就是让我别多嘴 问这干嘛 让你戴就戴上 随着父亲这样说话 后边还告诉我说 说这手串啊千万不要离身 尤其是在家里边 总之进到屋里 你就给我戴在身上 还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一定啊不能摘下来的 当时父亲说这些东西 说的非常严肃 我呀拿手紧捂着手串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给我保命用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家人就吃饭 我也没敢再问别的 就这样 到了晚上我又自己嗝上楼啊 写作业去了 我这写着写着作业呀 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我跟您说说因为什么 不单单是因为啊 父亲刚刚给了我这手串 因为我家里啊 我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多了好几样东西 在我家政厅上多摆了一尊佛像 包括我父母那屋 房子里好像也多了这么一尊 哎呀 我觉得这个就奇怪了 我爸我妈是一向不信这些东西 再加上这手串 再加上家里请的这两尊佛像 哎呦 我觉得这事里边啊 应该是有点蹊跷 我这自己嗝想着想着 就联想到了那天晚上 爸妈在院子门口 一个拿着棍子 一个拿着个大锅盖 哥门口好像跟院子里什么人在冲突 想着这些 我再联想到我手上带着这串钥匙 和心请回来的佛像 我这后机娘啊 就开始冒凉气了 因为自打前些日子 我就觉得这事有蹊跷 宗述刚才这些这么一分析啊 坏了 我当时就想到了 我家里不会是闹鬼了吧 嘿嘿 对了 您是真没猜错 我刚才这真不是埋包子 要不说有些故事它不巧 它成不了一个故事呢 这真如同我想的 没过了几天呢 就出大事了 我在我自个家里 就瞧见了一个 差点把我呀 吓昏过去的东西 不跟您说说 这天是到底怎么回事吧 这天晚上啊 我一个人写作业写到十点 学习压力比较大 我们学校是县里边数一数二的中学 写作业写完之后写得我头昏目眩 我就跑到阳台想透口气去 我刚到了这阳台上面 就站在阳台上随意的往我家院子里边看 我就看见我家院子中间啊 不知道打哪儿 来了一个人 这人个子不高 穿着一身红衣服 头上戴着一个小红帽 身上这身衣服珠光挖亮的 在月光下照的 一闪一闪的 但是从这人的体态上看 这人岁数不小了 因为驼背驼得非常严重 后边背着个大包一样 这人起初是站在我家的这院子中间待着 我一直站阳台上瞧着他 没瞧见几秒 这人就开始围着我家的院子走 先是跟正常人走道没啥区别 可是走着走着 他这个走路的方式就改变了 这人变得一跳一跳的 每跳出去这一下 能跃出去两米多远来 和他这外形是完全不符 这么大岁数的人 哪有这本事 哎呦 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了 坏了 这我家院子里的这位 应该看样子不像是个人呢 当时我这一下全身汗毛就竖起来了 随即我就蹲到这阳台墙朵子下边 蹲到下边 我就开始透过这墙朵子上的缝隙 往下边继续看这人 这人就没完围着我家画正方形 就在我家这不太大的院子里 是跳来跳去 跳上这么一会儿 又走上这么几步 这当时把我吓得 我只敢呢 慢慢的开始向身后摸 摸到我家阳台门的时候 我倒数了一二三 推开阳台门 我是笨我爸妈的房间呢 就跑去了 跑到我爸妈房间之后啊 直接我还没推开门了 在门口就喊了起来 我说爸呀 赶快出来呀 咱家了院子里边来人了 那人特别吓人 穿一身红衣服 在里边来回来去的跑 随着说着 我就把爸妈门给推开 然后进去了 爸妈当时一下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俩人瞪着大眼就这么看着我 问我你在哪儿瞧见呢 我就磕磕巴巴的告诉我爸 我说 就在咱家院子里边了 我爸当时听完了 也没说出来个什么来 坐在床上不动魂 我们仨人呢 就这么僵持着 隔了这么一会儿 我就开始问我爸 我说爸呀 那是个什么东西 到底咱怎么办呢 可是我爸跟我说出来这话呀 就更让我害怕了 我爸告诉我说 我也没办法 这前些日子 这东西就来过咱家一次 还记得那天晚上 我跟你妈为啥不让你问吗 我们俩也是 晚上回到家一开开大门 就看见那老头啊 穿着一身红衣服 就站在咱家院子中间了 这不到了后边 你不就回来了吗 后边的事你也都瞧见了 爸爸也没办法 现在你明白了吧 这为啥 这忽然间给你弄了一串黑药池戴上 而且家里还多了两个佛像 这个东西啊 咱招惹不起 你呀 今天就睡屋里吧 就让他在院里跳吧 等明天啊 咱再看看怎么办吧 我爸这话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办法呢 到后边这天晚上 我是在我父母房间搭地铺睡的 哎呦 这晚上过的 我们仨呀 就真跟相依为命一样 自怕那老头进了屋里 不过 我爸说客厅摆着一尊佛像 他就是本事再大 他也不会往咱屋里边来 晚上直到四五点钟 我们这才睡了觉 转过天来天亮了 才赶到院子里瞧瞧 院子倒没什么事 老头也没了 可是 接下来我们这三口人住在这房子里啊 那真的是 度日如年 天天啊 自怕是看见那东西 合着现在回忆起来啊 这件事对我们家那时候的影响 那简直是太大了 甚至那段时间 我的学习成绩都直线的下降 天天满脑子 想的就是这些事 而且 这红衣服老头 在我家出现之后 我又没办法把这些故事 讲给同学老师们听 其实在那段时间呢 好多同学都发现我魂不守舍 可是 我又怎么能把这些事乱跟人家说呀 谁 又会相信我呢 这件事 一直憋在心里边 弄得我们家呀 特别的难受 直到 后边 又过了这么好几天 终于这件事 真的有一天的爆发了 这天发生的事情 可就不是之前这样了 差点把我妈和我呀 活活给吓死了 直到今天回忆起来 我都没法啊 跟大家解释 那我就跟您说说 后来呀 隔了七八天之后 我们家到底 又出什么事了 这天晚上 我下学回到家之后 发现爸爸不在家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 我们俩人吃完饭之后 我上楼啊 又去写作业了 写着半截作业 我就听到楼下门响 而且啊 听到我父亲回来的声音 这明显 就是我爸回来了 这会儿 我还是认真写着作业 没想着别的 没过了这么十五分钟左右 就只听我家楼下呀 我妈嗷的一声叫唤 我马上 这会儿就机灵起来了 然后 刚准备 问一下我妈怎么回事 就听我妈在楼下喊我 告诉我呀 赶快下来 你爸昏过去了 快快快 哎呦 我这一听坏了 我爸怎么会昏过去了呢 然后赶快 我就跑到楼下 到了楼下客厅里呀 就看我爸 躺在沙发上边 我妈坐在旁边 扶着我爸的头 从达了远 我就能看得见 我父亲非常的严重 一只手搭了在沙发边上 人呢 就好像完全失去知觉了一样 急急忙忙 我就赶到旁边 马上就开始摸我爸的额头 再摸摸我爸鼻息 我发现呢 呼吸道还是可以的 而且并没有发烧 我就问我妈 我说 这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们娘俩经过一番查看 发现我爸身上没有酒味 并且我妈跟我说 说刚才回家的时候 人挺精神的 忽然间一下 就倒在沙发上 哎呀 我这一看 这不行啊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 这不麻烦了吗 我就告诉我妈说 说要不咱给大伯打电话吧 不行 把我爸赶快送到医院去 说完这个 我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回手就开始翻我爸口袋 准备啊 找我爸的手机 给大伯打电话 刚刚要拨大伯电话 忽然间一下 这躺在我们娘俩 身后沙发上的爸爸 当郎一下 坐起来了 我爸这下 坐得特别的突然 当时吓得我们娘俩是一机灵 而且坐起来之后啊 我爸这眼神非常的吓人 就好像马上要发怒一样 两个眼睛瞪得是通红 然后慢慢的开始四处张望 接下来这嘴里边就开始说话了 父亲这一张嘴说话 把我给我妈呀 就更吓坏了 因为啥呀 因为他这一张开嘴 说话的声音 这明显不是我爸 就好像啊 变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当时 父亲这声音刚一发出来 吓得我往后退了两三步 包括我妈 我妈也被吓得够呛 我们娘俩傻乎乎的 还跟她对话 问她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喝多了 还胜肠而不舒服 可是 我爸接下来说的这内容啊 哎呦 我呀都不知道该怎么给您讲了 跟您说一下 我爸这接下来 到底说的是什么 他竟然张开嘴呀 告诉我妈说呀 嗯 别怕啊 我是你妈 一芬啊 你认识我吗 还记得我吧 哎呦 这是我大孙子吧 我是你奶奶呀 别怕 我呀 不是回来给你们捣乱的 我是回来瞧瞧你们 不过这虽说是来看看你们的 但是啊 也是就你们几个人 你们知道你们惹了多大的祸吗 这房子不应该盖在此处啊 咱这房子盖的有点缺德了 压着人家家坟地 您说人家家人能干吗 怎么着 是不是最近这两天已经瞧见有个老头了 要不是我呀 跟你们在下边跟他打脸 人家这老头 早对你们其中一个人要下手了 不能这么干事啊 这弄地的时候 可要问清楚了 当时 我爸说完这些话呀 吓得是全身都快散了架了 就差呀 直接尿裤子上边 这时候 我全身哆嗦 我就开始想 这我爸怎么得好好的变成我奶奶了 而且 我父亲在家里是排最小的 根本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我奶奶 可是又联想起来 现在跟我说话这奶奶提到的那个老头 这事儿啊 这事儿啊 我是不得不信的 我这正在害怕 往后一步一步的退着 就见我妈呀 咕噔一下 就跪在地上 急忙就开始喊妈 一直就对着我爸呀 喊我奶奶 就开始嘴里边一直在答谢我这个奶奶 告诉我奶奶说呀 说多劳您费心了 我们在上面都挺好的 俩人干脆呀 烙起家常来了 哎呦 我当时真服了我妈了 要是我呀 可能转头就跑了 不过后来现在长大了 回忆起来 可能现在成年人的我也会像我妈这样干 直到后边 俩人说的话 越说就越往好方向发展了 我奶奶跟我们说呀 说她已经跟老头打点完了 只要是在我们家大院门前的那个大树下边 帮老头立上一个牌子 隔三差五没事啊 烧点纸 尤其是到了年节的时候惦记着点 这房子就没事了 合着奶奶这次是帮我们家评这档子事来的 那这么说这是个好事啊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到这就完了 到后边 这才是我真正的一次考验 因为啊 到了后边 我这索费的奶奶竟然告诉我妈说 说她呀 需要我呀 用一把雨伞牵着我爸 把她直接牵到我们家的这个坟地那边 我们村的这片坟地距离我家走道啊 可能得走上个二十分钟 而且此时看下手表 这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这大晚上我哪敢去啊 但是我奶奶说了说只有我能去 我妈不能去 我妈身上啊太虚弱了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只能按照 就像我爸爸 我爸说的这个话 就拿了一把雨伞牵着我爸 把我爸呀 牵到了坟地那儿 到了坟地之后 吓得我是浑身打哆嗦 这一路上 我爸还一直劝我 不过这会儿 您估计应该能听得懂 哪是我爸跟我说话呀 一道都是我奶奶 奶奶告诉我说 让我听话 努力学习 以后一定能行的 因为呀 他呀 一直在看着我呢 直接到了坟地 落了一堆家常 咱就不说了 就是说到了这坟边上吧 临走时候 跟我说完最后一句话 忽然间 我爸一下全身瘫软 哭当 就倒在了地上 顿时马上 我就清醒过来了 过去马上 就搀扶起来我爸 可是 他醒来之后 迷迷糊糊的 完全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呀 就问我爸 我说 爸呀 是你吗 我爸当时瞧了瞧 我揉了揉眼 觉得我问的问题 非常奇怪 而且开始问我 说怎么给我弄这儿来了呀 这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解释 我就告诉我爸说呀 我说咱们别在这儿说了 咱呢 赶快回家吧 其实到了后边 这件事 我跟我爸 我妈 我们三口之间呢 讨论过好多好多次 闹了很多奇怪的事情出来 咱呢 都可以忽略不讲 不过 我就跟您说一件事 我就感觉 直到今天为止 我跟我妈 反复好几次的 跟我爸说那天奶奶来了 可能直到现在 我爸呀 也不太相信这件事 不过还好 自从那天晚上发生了 奶奶来的这件事之后 那个红衣服老头 还真的就没再出现过我们家里 当然 我家里人呢 也一直按照奶奶说的 一直祭拜着树底下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个牌位 直到了现在 这间房子还在 虽然我们都搬到城里 很少回去了 不过 自此以后 家里呀 就没再发生过这些事 那个老头啊 也从来 没再来过 好了 朋友们 其实这故事 就给您讲到这了 还是那句老话啊 咱们别忘了 听故事就是听故事 千万您别对号入座 和您呢 生活中距离很遥远 这只不过就是个故事 没有一个是真的 您呢 千万别搁节目下边问我 这是真的假的呀 那咱这节目呀 就播不下去了 我的初衷就是帮您 整理碎片时间 晚上哄您睡觉 您说 咱这打工人们 这累了一天了 晚上听点故事 就是落个乐耳 千万呢 您可别呀 招了这 行 那咱这节目说话 也都到了28分钟了 这临结束之前 好多事咱还没聊完 可能今儿这期呀 得拖得长点 不过 我呀 先得给您介绍一个朋友 如果呀 您要是想入手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 那您呢 一定联系我刘姐 吉林省通话市 巧楚猫社 是我刘姐啊 独自经营的 已经有六年的经营经验了 而且家里边的各种种猫都获过奖 肥育出来的猫啊 是又健康又可爱 您要是需要猫 添加刘姐的微信 刘姐的微信号是 猫妈68 您呢 汉语拼音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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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并且我跟刘姐还建设了一个微信群 里边全都是 聊猫 爱猫 养猫 的人士 您要是愿意 让刘姐 邀请您进群来 哈 好 朋友们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 我也是把靠谱的一些人介绍给您 万一您要是买猫呢 为啥不买咱自个儿家的 那咱最后啊 跟大家再聊一下 因为前面跟大家说了 我有一些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 想给您说的说的 您看啊 有时候好多朋友们就问 那咱这个从古代开始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就认为 这世间呢 有这鬼神存在的 这鬼神之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或者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发现很多听友朋友们 一提到这些鬼神啊 全都是看电影电视剧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 咱们中国有咱们的传统神话故事 那我接下来就给您呢 总结了一下 您呢 听听 我怎么跟您说说 这个鬼神到底是怎么个说头 您看 咱中华上下五千年 一直咱老祖宗就有个三魂七魄之说 今儿啊 咱不说七魄 我呀 就给您说说三魂 因为您听完了三魂就明白 到底我们这个炎黄子孙 是怎么理解这玩意儿的 三魂呢 它是分为天魂 地魂 命魂 这三魂啊 掌握着我们核心这一个人 从生下来一直到离开人间 这三魂咱是缺一不可 所以那下边 我就先跟您介绍一下 什么是天魂 天魂用咱白话来说呀 就是一旦天魂受到了损害 这人呢几乎就变成植物人了 当然街上有一些神经病 说话胡说八道的 疯疯癫癫的 夏天穿着大棉袄 冬天不穿衣裳 这八成也是天魂受到了损伤 只不过还有些健在 如果完全被损伤掉 那只能是和医院里边瞧去了 这个天魂呢 也就是说 这就是咱们古人老祖宗所理解的 人病了的一个解释 那咱接下来说说啥是地魂 地魂更简单了 地魂就是啥呀 就是有些老人们就说了 说这孩子好像是上什么东西 给吓着了 吓丢了魂了 这个说的就是地魂了 所谓丢的这个魂 就是人身上的地魂 地魂一旦丢了 人就变得傻憨憨的 更俗话说 就叫缺根弦一样 而且经常会生病 身体特别的虚弱 还有地魂要是一旦没了 好多老人喜欢拿着个盆 到街上敲 一边敲一边喊孩子名字 这个俗称叫魂 其实这就是老人们流传下来 叫地魂了 这个地魂呢 等于就是咱们中国古人 把一些下召的人 给出的一种解释 那咱接下来再说说命魂 命魂就更直观了 那就是咱们的生命 这由于命魂连接着气魄 所以说你哪一旦受点损害 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 命魂一旦受了一点伤害 弄不好这人呢 就闻不见东西了 或者别的地受点伤害了 那这人就听不见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命魂要是都没了 哈哈 那就嗝屁朝凉了 这就是咱们中国老祖宗 理解的命魂所在 那咱跟您这白胡 怎么都劈了巴拉 这到底跟咱这鬼故事 有啥联系呢 就好像咱这聊斋之意 它是根据什么编造出来的呢 就是根据这些原理 老祖宗留下来 这个天魂地魂命魂的原理 才演说出来的 一个一个的故事 那咱啊 就按照咱刚才给大家说的 接下来给您简单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特别爱听的 关于凶宅的事 嘿 这个就是跟天魂有关系 我们中国的古人认为 人死后 命魂没有完全的散去 没散去的一些残留命魂 附着在天魂之上 这样啊 就会把这些地方 形成一股子念力 这股子念力啊 虽然力量场范围不大 但是凝聚在一个地界 是非常强大的 这样就会出现了什么 凶宅啊 凶桥啊 恐怖爱出事的多发路段 这样的地界 所以说念力一旦形成 那就形成了 您所谓喜欢听的那种凶宅故事 这个您应该听明白了 那咱接下来再跟您说说 这地魂会出现什么怪事 其实同样就跟天魂一样 死后啊 命魂没有完全散去 附着在地魂之上 那这人的原型 可能就会浮现出来一些影像来 这影像所谓的 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些飘游的浮魂 当然这都是咱老祖宗说的一些神话 这现实中并没有存在的 但是我们这古人认为 这些命魂附着出来的这些影像啊 它是没有任何能力的 再说句咱老百姓的话吧 它只能出来吓唬人来 这就是说俗称的 我呀在哪儿那儿瞧见什么什么东西了 哎呦 那天我一出门一回头 看见个影子在后边 哈 这个可能就是古人们所谓说的地魂了 那咱最后就得再说说 命魂到底怎么回事了 这命魂万一要是过于强大了 那可就要触发出来咱们辽宅书里边说的鬼了 不过您哪别担心 这个鬼是很难形成的 因为咱老祖宗说了 这股子怨气是非常难聚集的 它必须需要强大怨力的命魂 还得需要极为不愿离去的天魂 再加上顽固顽强的地魂 此三魂一旦结合起来 再配合咱们一点点啊 怨念怨气合一块 那可就麻烦了 咱们电视一演的那个鬼 可就要来了 不过您别害怕 这些事全都是中国神话故事里边讲的 可能啊 人家老师们讲的都是那种高大上的话 您哪听了半天迷迷糊糊的 我这只不过是给您总结起来 把咱老祖宗说的一些东西 用大白话 赶紧直接灌到耳朵里去 所以说这根本啊 讲的不是说什么科学 就是咱中华上下五千年 一些传统文化知识 您哪就听着玩 学点闲杂文化来吧 好了朋友们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记录身边灵异 讲述世间传奇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